好啦,我們今天就做一部MT-09的尾避震Rebuild 是OLINS的 不好意思,我本來玩機拍一下拍一下 到剪片的時候才是值得的 所以可能畫面不太好,敬請見良 因為車主安裝了carbon 的車身保護 我沒有辦法在車架的洞裡鬆避震頭的螺絲 就要拆開油缸去做 那拆了車架頂的螺絲之後 我們就拆了避震底下的叉腳位的螺絲 這樣整支避震就可以拿出來 但是這部車是由15年開始 它們的連結都沒有上過任何油的 所以你看到我拔一支螺絲出來 這支螺絲已經關掉了 那我們要重新做去壽 然後塗上所有油 幫它安裝連結和避震 這樣就可以令避震動的情況來得更加好 就少了很多阻力 接下來就是拆避震彈弓的工作 還要記錄一下避震的瓶是怎樣擺 向哪個方向 都拍照做記錄 還有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避震已經明顯看到上面有一些油屎或塵灰的污漬 如果繼續這樣用下去 它漏油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 還有污漬是會掛損之深的 再接下來我們就是逐步分解之尾避震 放淡氣 還有看看它現在現有的淡氣壓力 還有多少在這個瓶裏面 我們看到的標示是寫11.5個巴 其實那個淡氣工具是會拿走一個巴 所以實際那支避震裡面是有12.5個巴 即是說淡氣其實已經有洩漏了 當我們再打開瓶的時候 我們看到它倒出來的油 其實已經都是偏黃的 就是一些老化的油 盡快更換 因為它裡面的溶滑性不夠的話 它的Piston Wing是會掛損的桶身 接下來我們就進一步拆 那個活塞 那支深的活塞部分的零件 看看它的貼片有沒有問題 Piston 可能要重新再打磨一點點 還有Piston Wing要更換它 因為它很少的磨損 其實都會影響那支避震的表現 再下來就是Sail Head Sail Head裡面的油煎 Bushing 都要換掉它 再下來就是避震的瓶子部分 它是擔當Compression阻力的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很建議去拆 因為它有很多髒東西會累積在這個位置 因為支避震向桶裡面插入的時候 它的力量很大 但回頭的力量其實不是很大 所以其實有很多髒東西會積存在這個位置 都是很建議去拆出來洗乾淨的 整支避震拆了之後 就是做一個加熱和加壓力的清洗 都不是很激烈的清洗 就沒有那麼容易掛花零件 洗完之後那個一分鐘的安裝片段 那就多謝你給時間去看它 多謝你 就算了 謝謝你 確認 在這邊 超級了 可以 我們會收到 我也要 超級了 所以 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整好整支美避震 我們現在交換彈弓 原廠是狗五的 這次我們會根據車主的體重 換一支八五尿頓的彈弓 剛才插避震的時候 那些紀錄很重要 那些樽向哪個方向 我們已經記錄了 到現在把避震上的時候 方向就更加準確了 至於車輛的輪圈位置 我們就已經替它洗乾淨了 我們也要車客 我們也要檢查滾震盤有沒有問題 重新上了油 就可以安裝上車了 避震完成後 我們就把所有東西安裝了 這個工作就完成了 安裝完之後 我們還要看看避震的輪圈 阻力用手按下去的感覺是怎樣 我們所有工作就完成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